可别忘了 林明才31岁啊 他有太多太多太多的时间 有着不可限量的前程 随着林明的成长 这套无上神武必然会被不断的完善再完善 直至包罗万象 蕴含无穷法则达到不可思议的高度 甚至可以比你神梦天尊创造的梦武 混元天尊创造的混元武艺啊 龙牙收起长剑 深深看了林明一眼道 这一战 我输得心服口服 不过下一次 我又赢你 龙牙 这话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 不过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次应验 林明这话一出 全程观众都暗暗砸舌啊 这回话可霸气出漏啊 这龙牙已经很狂了 好啊 这林明更狂 哎 你错了 不是他们狂啊 而是他们如实说出他们的历史啊 在咱们听来挺夸张吧 所以就成了高傲了 其实这两位性格类似 都是平时隐忍不发 一动就发出致命一击的人 哎 对啊 让我想起件事来 哎 俗话说的好 叫什么来着 叫 不叫的狗才咬人 什么比喻啊 人俩是天才 还不叫的狗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周围老多的粉丝了 你也不怕打死你呀 哎 都都当我说错了 听完林明的话 龙牙没有再回话 转身下场 林明目送他的背影 他心中清楚 龙牙的潜力 确实不是以前他击败的任何一个天才所能拥有的 龙牙这才刚刚开启三生铜 实力正处于暴涨期 还没完全发挥出来 假以时日 他必然成为神域绝顶人物 当然林明相信啊 龙牙成长得快 自己成长得更快 风神台33阶 他领悟了33重天意境 这一份意境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的 林明 这场战斗对你来说 差不多算是手段进出了 后面还有好几个深不可测的天才 和他们一战 想赢并不容易呀 在林明脑海中 木千雪的声音响起 原本木千雪就不看好林明能拿钱三 后来林明的实力超出木千雪的想象 可同样的林明的对手实力也超出木千雪的意料 现在面对着风神石子中最顶尖的一两人 林明还真没什么把握 龙牙确实强 不用天道裁决 我赢不了他 林明参加第一会舞 这是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下用出天道裁决 实在是没法保留了 下一战的对手 不知道会是谁啊 应该不会遇到小摩仙行持兵梦三人吧 可军碧月就未必呀 如果针对上军碧月 林明也必须全力一战 对方六十四八卦剑把所有力量融合为一 这招实在恐怖 第二轮第二战 小摩仙 对妖尊 妖族王子参赛的名字就是妖尊 浩宇子自然就按名刺宣布 妖尊的本意就是妖族天尊 妖族王子毕竟是拥有妖族王室血脉的人 被林明暴打一顿 几个时辰过去 加上各种好药 已经生龙活虎 恢复到巅峰状态了 他身影一动 如瞬意一般出现在台上 而在他面前无数黑色羽毛凭空出现光影环绕 如黑夜精灵一般的小摩仙也出现在擂台上 如此唯美出场的一幕 让在场很多观众发出惊呼 这要是再喊一声 我代表月亮消灭你 好嘛 这完美的动画片 小摩仙实在是太多年轻俊杰的梦中情人 冰梦 小摩仙 神域当之无愧两大女神 冰梦的神秘 圣洁 小摩仙的灵动可爱 那不知道让多少年轻俊杰是朝思暮想 何况小摩仙身负黑凤血脉 这可是真真正正的黑凤之血 如果能得到他的原因 这好处简直不可想象 不但自己的体质可以大大改善 天赋一跃千里 而且可以直接在体内烙印黑火法则 将来吃饭睡觉实力都能提高 这样的好处 谁不想呢 就是得不到啊 更何况了 这小摩仙本身那是天仙美女 爷爷还是摩使天尊 娶了小摩仙一步生天呢 妖族王子大笑 小摩仙 长得真俊俏 本尊告诉你 我会来参加这么无聊的第一会舞 就是为了见你一面 我对你啊 仰慕已久啊 妖族王子这番话说出来 在场年轻俊杰顿时是白眼之番 好嘛 这妖族王子真是脸皮比城墙还厚 机关枪都打不透啊 你要是一路赢下来也行 你说这第一会舞无聊 谁都不敢说什么 结果你压着让林明打的 连你妈都不认识你 你也敢说第一会舞无聊 这简直像是把脸伸出来说 我就是贱 你抽我 你抽我 你抽我呀 这傻逼 我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傻逼的 说实话 我要是他让林明踩的这么惨 现在站上来都是一种勇气 我真佩服他的脸皮 别拿你的观念 去揣夺人家妖族的人 否则会疯的 对他们来说 优胜里也太弱肉强食 做什么说什么 全凭自己喜好 对他们来说 哪存在脸皮呀 再说了 妖族本来皮就厚 对对对对 观众席上吵闹一片 哪怕再狂 脸皮再厚的人 在妖族王子面前也是甘拜下风 从脸皮的方面来说 妖族王子绝对是天尊级的 小魔仙摸着自己尖翘的下巴 饶有兴致的看着妖族王子 那颗神情 简直像是小魔女遇到了心爱的玩具一般 你这么说 我是不是应该表示荣幸呢 荣幸了 谈不上 本尊说这些 就是希望你能明白我的心意 你也算是我们妖族的人呢 跟人类总混在一块 会被他们冲淡血脉的 导致后代越来越差 不如和我回妖族吧 将来我成为妖帝 你就是帝后啊 观众席上有人已经暴走 哎呀我受不了了 神啊你救救我吧 打个雷劈死他吧 是啊 快把这沙屁扫出去 妖族王子居然敢染指小魔仙 还指望着把小魔仙取得妖族去 大庭广众之下挖人族墙角 真是疯了 他要是赢了 这么说也算了 关键之前他让林明打得那么惨 还敢这么说 在场年轻俊杰都快崩溃了 听到妖族王子说 要娶自己 小魔仙竟然不气不恼 而是嬉笑道 好啊 不过我将来的夫君 一定得打赢我打 而且要是神域第一哦 你要是赢了我 我就嫁给你 不过呢 你要是输给我 你做我的奴隶怎么样 这小魔仙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 输了就做他奴隶 谁敢答应啊 果然 就算妖族王子再嚣张 也不敢答应 他沉声道 哼 我王族血脉尚未觉醒呢 一旦觉醒 修为一日千里 现在成就 不等于未来 总有一天 我会成为妖族最强的妖帝 我等着 不过现在嘛 你先在我手上 撑过三招再说 小魔仙说着突然出手 随着一声凄厉的奉鸣 在小魔仙背后 出现了一只巨大的黑凤凰虚影 黑色的羽毛 黑色的火焰 斩翅飞天 那一刻一股圣洁浩大的气息 笼罩整个赛场 好强的凤族气息 连我身上的血脉 都隐隐与之共鸣啊 林明心中暗惊 他感觉额头有些灼热 那骨凤印记 隐隐的显露出来 本是同源之血 但是论血脉浓度 林明自然 远远不及小魔仙 这也就使得 他体内的血脉 被小魔仙压制了 林明可是吸收了 大量的骨凤惊血 却还是如此 其他上古凤族的强者 被压制的得更明显 面对这样的小魔仙 妖族王子哪敢留守啊 其实他心里也清楚 自己根本不是小魔仙的对手 手中兄弟刺出空间之力运转 启定天下 空间之力笼罩 妖族王子想要凭借空间之力 束缚着黑凤凰 然而实力差距实在太大 凤凰猛的展翅 直接把所有空间之力绞碎 击破坚冠 妖族王子又一击挥出 小魔仙呵呵娇笑 他从须弥界中抽出了一条 一指粗细的鞭子 这鞭子有三丈长 通体乌黑 不见一丝光泽 龙临鞭 尊位席上 一个老者忍不住惊呼 很多武器 惯以龙的称号 比如龙金鞭呢 龙虚鞭呢 可实际上就是比喻和夸张 并非真的跟龙有关系 可小魔仙这条鞭子 却是真真正正 以一段龙金炼制而成 本身坚不可摧 打起人类一边抽碎对方 护体人员 力量直透骨髓 而且可以抽打灵魂 极为恐怖 龙金鞭和妖族王子的 胸脊撞击在一起 鞭子绕过脊杆 重重抽向妖族王子 啊 妖族王子心中大惊 全身能量爆发 身体暴退出去 然而这条鞭子就如同毒蛇 直追而来 那速度快的不可想象 瞬间追到妖族王子面前 啊 妖族王子大喝一声 想要挥几抵挡 然而却迟了 小魔仙身影一闪 欧臂用力 手中长鞭 瞬间贯穿妖族王子 护体真元 偷体而入 鞭子没收 贯穿了妖族王子肩膀 鲜血挥砸 对妖族来说 这样的伤还不算什么 然而小魔仙斜斜一笑 全身真元逆转 这长鞭有如灵性一般 缠紧妖族王子 歇天魔宫 那一刻周围百里范围 所有天地元气 全都向小魔仙汇聚而来 连同妖族王子体内 真元气血之力 甚至法则碎片 全都被小魔仙 吸天魔宫所吸引 如同风暴一般 席卷而来 这些能量 全都汇入小魔仙身体中 呵呵 妖族王子大惊失色 什么 他感觉自己的力量 在迅速流逝 这种流逝 可不是暂时的 而是永久性的 小魔仙在吸他的真元 和世界之力 这吸天魔宫 正是魔使天尊 创立的无上神武 永久性的吸收 对手的真元 为自己所用 会直接导致 对方修为降低 而且不可恢复 人们都以为 小魔仙可爱 因为这个 他们忘记了 小魔仙 那是魔使天尊的孙女 也是一个真正的魔女 妖族王子 以言语冒犯小魔仙 换了这么个下场 妖女耳感 妖族两大戒王 听到妖族王子惨叫 这才意识到发生什么 他们原本根本 不认识西天魔宫 两大戒王同时出手 而就在这时 浩宇子身影一闪 来到他们 与小魔仙之间 大袖一挥 两个妖族戒王 直接一阵狂风 就给扫出去了 与此同时 浩宇子转身 一掌披下 一道灵力掌风 直接切断了小魔仙 与妖族王子间的能量联系 他作为裁判 自然不能坐看 这种事情发生 小魔仙竟然直接吸收 妖族王子的能量 和气血之力 这可做的有点过了 龙金鞭直接收了回来 随着喷一声 众物落地的声音 妖族王子 朔意在地上 而小魔仙 像一只黑蝴蝶一般 轻飘飘落地 他看着脸色苍白的妖族王子 脸上绽放出一个斜斜的笑容 露出一对可爱的小火眼 看到这一幕 在场舞者都觉得 背脊一寒 这小魔仙 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下手够黑 妖族王子因为言语调戏他几句 结果他就用西天魔弓对付他 而且在动手前 丝毫都感觉不出小魔仙的怒意和杀气 他始终是笑盈盈的 一些不小魔仙当成梦中情人的年轻俊杰 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他们心里已经开始掂量了 自己这小命啊 够不够小魔仙折腾的 没有过硬的本事 哪敢去招惹小魔仙呢 没有三两三 你就敢上梁山呢 哎呦 恐怕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妖女 你 两个妖族界王心中大怒 嗯 我怎么了 小魔仙眨眨着黑漆漆的大眼睛 一脸都无辜 哎 哎 你怎么了 你做的好事啊 这件事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两个妖族界王已经探查过妖族王子的情况 他全身真缘 一下子亏损一成半 这是永久亏损 连带他体内世界 领悟的法则都被西天魔宫吞噬了许多 想要补回来 恐怕得一两年苦工了 这个损失对天才来说实在太沉重 这会耽误他们成长的 小魔仙一直脸色苍白 近乎昏迷的妖族王子委屈的说道 嗯 这个事情 你怎么能怪我呢 你们刚才难道没有听见呢 他把自己说的多厉害 神域第一人哪 有没有 未来要成为妖帝的 有没有啊 而且他刚才还自称妖尊 妖族天尊呢 哎呀呀呀 吓死宝宝了 人家一个弱女子上产之前 好紧张呢 我怕打不过他呀 那自然得全力以赴了 那我最厉害的就是西天魔宫啊 我本以为他能轻松挡下来的 结果 谁知道是这个结果呀 小魔仙两手一摊 小嘴翘起来 一对黑漆漆的大眼睛仿佛会说话 无辜到了极点 用现在的话来说 典型的一个考斯普类啊 以至于让人们都觉得他说这是真的 他是真的 因为太过天真 没有分辨出妖族王子真正实力 一不留神 下了重手了 两个妖族界王 当场让小魔仙这话差点给气死 在场的年轻俊杰愣了好半天 全场爆笑啊 那比郭德纲的相声效果好多了 虽然心中清楚 这个小魔仙绝对是个心狠手辣的小魔女 可他那神情 那言语 那动作结合起来 实在让人感觉 哎呀 太可爱了 连冰梦仙子都面带笑意 这个小魔仙呢 绝对是个惹祸精 不过有魔使天尊站他背后 怎么惹祸也没有人敢把他如何的 你 很好 老夫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 现在 快把我们少诸窥空的真员还回来 两个戒王中 一个老者大吼道 还不回来了 小魔仙摇摇头 我也很想还回去啊 可惜我没这个本事 我一旦把能量吸过来 就会把他压入我体内一个特定的位置 成为专属魔力 别人都用不了了 西天魔宫 可以吞噬别人的西物 以强化自己 可也不能无限强化 在修炼西天魔宫武者的体内世界 自己的世界之力和别人的世界之力 它是分开的 这么做是为了保证修炼根基的稳固 两个戒王老者岂能善罢甘休啊 然而就在这个时 他们耳边响起了浩宇子冰冷的真员传音 哼 我劝两位到此为止 我提醒你们一点 小魔仙的爷爷 魔使天尊 就在浩宇听宫深处 关注了这场比赛 这位前辈 生性息怒无常 杀人无数 至于什么人族妖族大战 你们也不用搬出来吓唬人 他才不会管这个 你们两个如果还想活着回去 就给我消停点 浩宇子一番话 就如同一盆冷水泼头 两个戒王老者顿时清醒了 他们平素是嚣张惯了 今儿好 提铁板上 这小魔仙背景硬得吓人 这妖族的傻逼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活该 是啊 真这么爽啊 先有林明暴打这傻逼 又有小魔仙息的功力 太爽了 这话说的太搞笑 在场观战的年轻俊杰 那是皆大欢喜啊 他们早就看不惯这个妖族王子 这一战算是第一会舞 总决赛开始以来 看得最欢乐的一场 小魔仙的实力 也很可怕呀 这场战斗 林明关注的不是小魔仙 爆打妖族王子的场面 有多欢乐 有多喜情 而是小魔仙本身的实力 现在小魔仙用出的西天魔宫 用来吸取妖族王子的真元和弃血之力 威力已经非常恐怖了 可是西天魔宫的真正威力 显然不止于此啊 吸收的力量不是白白浪费了 而是存储在小魔仙体内 必然能够使出来 直接攻击对手 恐怕那才是西天魔宫最强的攻击吧 接下来 第二轮第三场 君碧月对华轩 这是一场根本就毫无悬念的比赛 华轩也很干脆 上来直接认输 第四场白瑶对冰梦 白瑶也没含糊 稍稍意思了一下 认输了 两场比赛差距太大 没什么好打的 这让一些等着看冰梦表现的观众 有些失望了 之前冰梦根本就没遇到什么像样的对手 每一次战斗都没施展出什么实力 让很多人根本就不清楚冰梦的法则和招式 到底是什么样的 像君碧月林明他们 虽然也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可起码你知道他们都有什么招式啊 本来指望白瑶能够让冰梦施展出手段 结果这一战没打起来